俄罗斯普大帝曾经说过 可以说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跟中国硬钢 他们的海上力量已经十分强大 至今已经全面超过俄罗斯 成为了世界第二 就连现在的美海军都不敢妄言对峙 而这次中国也彻底摊台 再也不装了 44艘舰艇齐聚中叶岛 中国终于动手 中国海军不再隐藏实力 我国海军不再低调 甚至其中一艘海军船编号维武203直接摘下外套 量出76毫米舰炮 可以说这也算是我国破天荒的强势出击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我国突然派出44艘舰船指导中叶岛 由于菲律宾近期跟随老美在南海海域不断发起挑衅 身为马前卒的菲律宾也不忘以身试法 最开始是给美军开放军事基地 后来演变成南海各种挑衅 不得不说菲律宾就是一条养不熟的白眼狼 还想在这个节点上制造出事端 成火打劫 想借助南海问题得到更多利益 那菲律宾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处于何种目的 为何我国这次并没有发出任何口头警告 而是直接派出44艘军舰强势驱逐呢 如果你也认可中国海军实力强大 请在评论区打出 中国最强 让世界看到中国海军的英姿萨上 最近一直和我们国家在南海有矛盾的菲律宾 继续在相关的海域上搞着小动作 但是可能连菲律宾人都没想到的是 我国的铁拳来得这么快 面对菲律宾的各种鬼魅伎俩 我国各种海上力量一起出动 除了在仙兵礁上面的26艘渔船之外 中叶岛附近 中国的相关船只也是云集 而在中叶岛附近的船只里面 不乏专业和军事力量的介入 其中就有海警的5203舰和海军的056A护卫舰 对于中叶岛附近的菲律宾举动 中国的重视程度可谓是前所未有 之前在仙兵礁附近 我国囤积了26艘渔船 菲律宾就感到了火烧眉毛 认为我们国家是准备在该海礁附近 填海造岛成为在南海的一个桥头堡 而在菲律宾的判断里面 中国的这个举动作用不言而喻 那就是针对菲律宾和美国 但是相比于中国在仙兵礁的举动 中国船只在中叶岛附近 更让他们觉得是心腹大患 因为之前中叶岛虽然在台军的手里 但是有一段时间里面 趁着台湾海军的疲软 菲律宾占领了中叶岛 在菲律宾占领了中叶岛之后 菲律宾把它的定位 就是一个长期性的海上军事基地 在中叶岛上面 建造了许多需更换的军事附属设施 可能在菲律宾的眼里 自己如此的所作所为 就能掩耳盗铃一般的 把中叶岛算到自己的名下 甚至为了名义和战队 菲律宾的领导人和军方的相关高层 多次来到中叶岛进行视察 展示他们维新主义式的主权 进一步的对我们国家进行挑衅 当下这44艘海军船只聚集在中叶岛 的确给菲律宾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和客观存在的军事力量 虽然菲律宾在中叶岛上面 也算得上是经营许久 但是受制于自己国家的经济水平 这座岛上菲律宾相关的后期配置是不足的 从外在的数据来看 这座岛上 菲律宾首岛人员也就200万左右 那么一下子 我们国家的44艘船只出现在附近 自然有压力 在这种恐惧和压力的驱使之下 菲律宾不得不做出反抗的行为 派出了一艘巡逻舰 游易在中叶岛附近 显示出自己孱弱和心虚的行为 但是我们国家在情理和法律上 在中叶岛的任何行为和相关活动都是合法的 而面对菲律宾这艘船只的行动 来而不往非里也 于是我们国家其中的海警和海军的船只 都保持着高度警备的状态 特别是海警5203号 甚至把76毫米主炮的炮衣都拿了下来 另外相关的056A护卫舰 同样存在一样的武器 至少在军事5倍来看 面对菲律宾而言 我们的海军和海警丝毫不惧 只要菲律宾的相关船只感胡作非为 那么后果也是可以想到的 特别是056A的护卫舰 武器出于随时整个待弹的状态 虽然056A在体量上出于海军战斗序列里面比较清醒的一类 但是自身的任务定位和武器配置决定了自我的状态 但是颇有耐人寻味的是 相比于军舰的海警5203舰 同样把炮衣拿下 随时准备开火 那就代表一个不寻常的意思 因为从海警的定位和执行任务的模式来看 很少存在相关的举动 那么一旦把炮衣拿下 也就是海警船不得不用武力威慑和直接动手解决问题 在一段时间之内 特别是上个世纪 我国的海警船只遭遇到走私船的拦截时候 也没有拿下炮衣 之前菲律宾给人爱交等地方运送补给的时候 我国的海军和海警也就是采取喊话和驱逐的简单方式 这一次的举动 显然从客观意义上等定义来看 完全是不同的 而菲律宾面对这种情况 自然也是一脸蒙圈 在害怕之下 真理永远是在大炮口径之中 菲律宾的相关船只也只能掉头信性离去 但是从相关的情况来看 我国海军和海警在中叶岛附近的举动 也不是代表着我们一定要对着菲律宾大打出手 虽然这次在中叶岛附近 中方的船只云集 但是 从相关的具体数目来看 大部分的船只都是中国方面的渔船 那么从让肌肉的举动来看 也和菲律宾最近的小碎部有关 特别是我们国家的渔船 在中叶岛附近的作业还是比较多的 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 虽然自身的武器配置无法撼动中国的海军和海警 但是在岛上的菲律宾人员 还是配置了数量比较密集的轻型武器的 假如真的有个擦枪走火 这些轻型武器对于我方的军舰和船只甲板构不成什么威胁 但是对于捕鱼的渔船是个着实的打击 为了使得菲律宾断绝动手的念头 76毫米的主炮成为了悬在菲律宾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舰 中叶岛虽然还不在我们国家的实际控制下 但是从相关的主权归属来看 我们国家对于中叶岛具有绝对的拥有权 这是毋庸置疑的 而相关的渔船出现在附近的海域 既是我们国家的国事 也是一种家事 特别是在中叶岛附近的海军船只的定期护航和巡游 更是进一步的向外部表明了 我们国家随时可以捍卫这座岛屿的主权 菲律宾面对实际的情况 还是迟早认清事实 特别是不要做出邪美自重 套粮小丑的事情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你认为菲律宾党敢进一步动作吗